NCP-019 The Monster Pot 受制屏 项目等级Keter 特别说我们措施 NCP-019被放置在3公尺乘3公尺乘4公尺的钢筋混凝土房间的炉栅上 同一房间内依然装有焚化炉 当焚化炉未启动时 房间应保持在摄氏零度 由平板玻璃窗隔开的观察室 将用于持续观察ICP-019 若观察到ICP-019-2的个体产生时 焚化炉将被启动 在ICP-019-2大规模爆发时 以普通枪支即可有效地杀死ICP-019-2 更大的群体规模使用喷火器则更有效率 ICP-019亦必须被直立放置 描述 ICP-019是一个大型陶瓷花瓶 口径1.8公尺 高2.4公尺 尽管因为表面完全不可破坏 而无法取样进行测试 来辨认确切制作日期 但根据形制和花纹推测 ICP-019因为古希腊石所制造 如果发现一种成功破坏ICP-019的方式 ICP-019则需要被立即销毁 被统称ICP-019-2的尸体 会周期性地从ICP-019出现 不同ICP-019-2个体呈现出不同的外表 但通常体积细小 外观体现出类似人形 可能具有类动物特征 并且极具敌意 ICP-019-2经常会用牙齿或爪子攻击 尽管它们相当脆弱 值得留意的是ICP-019-2亦然 但如果数量足够多 仍可构成严重威胁 当保持在设施的零度并完全禁止时 ICP-019-2实体将以大约每小时一致的速度 从ICP-019出现 以致以下特征会影响ICP-019-2的出现率 移动ICP-019 对ICP-019的威胁 极端的高低温度 周围环境突然发生变化 在ICP-019内部 投入有机物或无机物 以致会引起洪水效应 大量的ICP-019-2会从项目中产生 以致以下特征可能会影响ICP-019-2的出现率 ICP-019附近有人类存在 当前的天气 某些特定人物出现在ICP-019附近 某些人比其他人 对ICP-019-2的出现率有更大影响 因人而异 此外 倾斜或翻倒ICP-019会产生反应 尽管从上方注视ICP-019内部 只会看到一个漆黑的孔洞 倾斜或翻倒会令项目表现得 像早已盛满了ICP-019-2个体 由于ICP-019-2在ICP-019受到干扰时的高出现率 很难对其内部进行测量 但现实怀疑 内部所测量出的数据 会与从外部测量的不一致 附录 文件ICP-019-2A 有关ICP-019-2的笔记 由Lite博士和Vox博士维护 将ICP-019-2个体从送饰中移出 并送在家父的围栏中 提供水和活鸡作为食物 个体发出轻微但连续杂乱的声音 已确认这些声音与古希腊语言相似 尽管其原因尚不清楚 但至少ICP-019-2并不见得比其他动物更聪明 该个体存活时间小于48小时 解剖后发现其在细胞上与常态生物学一致 但骨骼肌结构极不稳定 其他值得注意的异常情况 包括呼吸系统不稳定 没有消化到 也几乎没有其他内脏 其他ICP-019-2个体 都遵循相似的行为模式和生命周期 笔记 看来对ICP-019-2个体而言 在ICP-019外存活多久并没意义 Vox博士 长期收容ICP-019-2实体的收容箱 由于不但被实体攻击而出现轻微损坏 由于现实的ICP-019-2的外观变成透明 因此上述攻击行为没有被监控团队观察到 会观察到与以前ICP-019-2相同的习性 监控团队将继续报告进一步的异常情况 监测小组报告说 现在部分ICP-019-2对焚化耐性增加了不少 现实假设这是ICP-019的防御机制 现在大多数ICP-019-2几乎能完全抵抗焚化炉 考虑用强酸代替焚化炉 正在研究ICP-019-2的进化过程 也因此可以判断ICP-019具有感知力 以上就是ICP-019 简单地说ICP-019是一个高2.4公尺的大型陶瓷花瓶 推测是古希腊石制造 无法被破坏 它内部会周期性地出现类似人形的尸体 ICP-019-2 它们经常会用牙齿或爪子攻击 数量太多时会造成危险 在ICP-019受到威胁时 ICP-019-2出现数量会上升 ICP-019-2也会逐渐进化 进入会用焚化炉是用ICP-019 使用ICP-019-2从原本毅然 进化到几乎能完全抵抗焚化炉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要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I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